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最近好像都是VH的車友 那這一款呢是奧迪的A6AVANT 這一款是C6 那一零年的這一部車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而且是3.0機械增壓 所以這台原廠動力就大概350 那再加上有把增壓子再打上去的話 接近大概350-360B左右 據說有差一點點就有辦法達成300G6部的實力 所以動力的提升幅度很大 那再加上底盤其實車主的話 已經有經過一些基礎的改裝 譬如說本來的前面的座位賽卡結 還有後方的加大碟 還有本來的版本也是被視燈比較高階一點的版本 所以基本上它的底盤已經升級到一定的幅度 而且鋁圈輪胎是20吋的 所以避震器應該使用一段時間了 所以今天來泰換成KT的一個道路版的避震器 那車主的要求就是有在開快車 所以設定上的話跟一般的車比較不同 還是會以高速巡航的一個設定為訴求 那這一個阿棒的版本 它的後方彈簧比較特別 它的C6的跟C7的一個世代 後方的彈簧規格 我們在懸吊設定上也不太一樣 沒有聲嗎? 有插到嗎? 有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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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繼續 前面的話我們配置的是12公斤 後方的話是配置大概9點多公斤 前面它是大概200層 那前面是一個雙A懸吊系統 如果以這樣懸吊系統的話 大概我們比較常拆的車是A4的B8 那像它的前面的一個多連桿的結構 多連桿的結構的話 在拆裝時候的話請特別注意 這些連桿的一個鐵套不修的話 通常都會有一個均裂 甚至是比較嚴重會有脫落 所以這些的鐵套在拆裝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留一下它的壽命狀況 它的那個狀況如果不OK的時候 會建議在拆換避震器的時候 一併把它做更換 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前面的話 一般車友會問說 阿這台車有沒有附上座 這部車是雙A懸吊系統 所以它前面上座呢 是一個大項體的結構 也沒有一個上座 所以上座的局部零件 是要沿用延長的 那下方的話 因為它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所以前面還有傳動軸 那在前方的話 下座是一個開叉的形式 所以這一個的避震器的 它擺臂的位置呢 就可以看得出來 是奧迪會比較偏向 以操控為素朽的一個底盤設計 而且底盤鍵的話 很多都是用鋁合金的 所以這個底盤用料的話 基本上的設計就相當的不錯 那前面的它的阻尼旋鈕 是在前面的飾板的下方 所以這台車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在安裝啦 在安裝時候的話 會建議在上板鍵的話 跟A4的B8一樣 會鑽一個小孔 方便在阻尼的調整 那車高的調整 前面是雙A懸吊系統 所以是由車高的高低 來改變它的車高 它的長短 如果我們把BNT調長的話 車高就變高 所以從這個地方 那這樣的懸吊 所改變的車高呢 它不會因為車高 變高之後 它的乘坐感覺就變得 是靠壓縮彈網 並不是 它是靠統身可調的形式 所以當它調高跟調低 一個乘坐感覺的話 是都差不多的 所以這台車是 前面是雙A 而且這個是已經改了 這個應該是20G是不是 我看蠻大一顆耶 這個是 車友的話 本來前面後面的話 就已經做一個前後配的規格 是配置20吋的旅圈 這台車原廠應該18吧 忘記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 這裡有大包 這個是 ABT的大包 這個是 對 這個是ABT的大包 所以這一套大包 也不便宜 用料的部分 像是主寧友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主寧友 是用意大利 一整桶進口IP的主寧友 油風的話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風 而且KT 是本身就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即便用那麼好的油品 有可能三五年後 他的主寧也會利用到帥隊啦 那到時候都可以回來工廠 這裡來做一個翻修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原先拆下來避震器的設計 這一套的 這套的 貝視燈的設計 其實他算是一個比較高階的 所以他都是 阻尼可調 像這個是他後方的懸吊系統 他這個 後方的阻尼其實 我自己也覺得 貝視燈這一組 算做得還不錯 他的阻尼值 也是做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下壓跟上 就偏向O系的避震器的設定 這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那他基本上算是一個 導裝的形式啦 所以他調整的牛是在下方 那KT的話是在上方 不太一樣 那這一個是他的 他的調整機構 他的調整機構一樣是放在上方 這台車如果調整機構放在下方的話 可能安裝上不太好安裝 而且會有調整上的一個 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他跟KT一樣設計在上方 可是 貝視燈的設計呢 是不需要沿用 原廠上橡皮 但是 KT是為了防止 他異音率 能夠 不要那麼容易 會有金屬碰金屬的一個異音 所以KT上部 是需要 沿用原廠的上橡皮 但是今天 因為本來車友 就已經改裝過了 所以他的上橡皮 可能已經不見了 那我們還要再 另外多花費用 去叫原廠的橡皮 那太麻煩 所以我們就立刻 用車床的方式呢 幫車主修了一個 能夠合上 他原來上貨零件的一個 Hilo key 所以這個是Hilo key 那這個調整車高的方式 跟KT的設計是一樣 我們如果把這兩個 齒輪狀的托盤 往下延伸的話 他的加上彈簧 組合起來的長度變長 那他的車高就變高 如果我們把這個 推到最底的話 他的整體長度變短 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這個是 貝斯登這個 這個應該是 線上有沒有朋友 能夠告訴我 這個是貝斯登B級的版本 他是 應該是什麼 B10 B12之類的吧 那他前面還蠻特別的 他的前面是一個 倒叉的設定 這是後方的 那個 彈簧跟Hilo key 他的前面是一個 倒叉的設定 而且他前面是 沿用原廠的橡皮 那沿用原廠的橡皮 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 他的異音率 會稍微比較低一點點 那壞處就是 當車主 覺得這樣的 彈簧空間數 太低或太高的時候 他不太有辦法 再做變化 但KT把它轉成 直捲式彈簧的話 那他變化多了 像我們配置12公斤 如果覺得不夠的話 也可以 可以到14 甚至16 18 19 都可以 可以再往上加 這是 貝斯燈前面 滴生器的設定 他算是一個 做一個 倒叉的一個 形式 那這一組的設定 如果以 我們來 壓壓看他的 主尼設置起來 他屬於算是一個 Over Damping 的設定 就是彈簧配置的 其實沒有配置很重 可是主尼的話 配置的還蠻重 所以這一台的 這樣的設定的話 基本上開起來是 低速的時候 可能會 舒適感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OK 可是 他的高速的 穩定度呢 就相當的不錯 這是這一組 背式燈的一個設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的 這個是 Vorgan A6 這個世代最漂亮的 Vorgan A6 這個世代最漂亮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 後方的懸吊系統 後方一樣 是屬於一個 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而且 用料的話 基本上 ODI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車主的話 本來就 改裝了一個 這個算是 不動點吧 加大的一個尺寸 那後方的 我們配置的 彈簧攻擊數 是大概9點多公斤 統身的話 是有加出的 阻尼旋鈕 是在 避震器的上方 這裡一樣 順時針的話 它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那他彈簧擺地的位置 比較偏向支點 在這個地方 比較偏向支點 所以他的彈簧長度的話 其實是比較 比較 迷你比較短一點點 那這裡看到 這個有一個 傳動走 傳動走的話 這一台車是 四輪驅動 Quarture的版本 後面的話 其實只有 上座 是需要沿用原廠 那 像這台車的車齡 大概 9年 10年的 有9年 其實像這個的後上座 一般車友 有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 那這個要沿用原廠 關於原廠上座 壞掉怎麼辦 可是像這樣上座的設計 在Golf的 從四代 四代 Golf的五代 還有六代 七代 甚至現在七代 包含了一些 VH的相關車種 這個上座其實它的 設計還蠻簡單 它只是承受 避震器上下 作動的一個 一個 一個吸附能力而已 所以它的上座其實 如果 不要浸泡到油的話 它其實不太會壞掉 所以我們上座的話 就直接 沿用原廠的設計 就可以 後方的話 車高調整 是靠彈簧 上方的一個 Hiroki來做調整 這個統身 它調長調短 如果有看過經理直播 就知道後方 彈簧 如果跟變性分開的結構 我們調整車高 並不是靠這個統身的長短 來改變 它調長 側高也會變高 這個統身的長短 它只是來取決於它彈簧的預載 那像這個彈簧的話 就不限於計時來做一個預載 像這個彈簧大概 160mm的話 那我們壓縮個3mm就剛剛好了 千萬不要把它統身 縮得太短 不壓縮過多 那一定會不好做 OK 以上是今天 我們再來拍一下這台車 很漂亮的外觀 因為有大包 又加上鋁圈 在車高降下來 就是現在最流行的旅行風了 好 OK 以上是今天 A6 RVANT VORTRO的一個 安裝KT計程器的一個介紹 謝謝大家 拜拜